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谁派你刺杀景王 说 无人之派 慢着 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本王赏你速死 速死的确是赏赐 可他让你受了这么大的罪 大哥怎么可以给他赏赐 若赐他速死 本宫怎么向父皇交代 我 不能死 欲前刺杀 死路一条 你从一开始就是别人的死期 任何活路都是痴心妄想 大哥不必在他身上废神了 他不会给你想要的答案 一个杀人工具 怎么会知道背后的主人是谁呢 你从来 如何呀 臣愚钝 还请王爷明示 昭明十四年 本王第一次见张大人 你还是从七品的边境守备 如今再见 你已是官至正二品的兵部尚书 短短十年连生六计 不知张大人 窃的是哪家的东风啊 不知张大人 陈不才 借的是王爷收复青州之风 当年青州之战打响 王爷便与窃战之罪 隔了陈的职 想不到威北军 却在青州遭了难 倒是让陈捡了个便宜 但是威北将军活了下来 威北军的罪就不会白受 无论大人借的是哪家的风 风 风向变了 迟早要翻船 而与本王有仇的你 也必定第一个被拖下水 这 这 臣不懂王爷的意思 还请王爷解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